来来来 在这里 每一道食物背后的故事 都有人辽若指掌 感谢用心耕耘的人 以及懂得品尝的你 农民食堂开饭了 一起吃饭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米 又到了晚餐时间 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 发现很多人都减少外食了 而家庭主妇 家庭主妇们勤劳地下厨 洗手做羹汤的机会 反而增加了 这听起来像是疫情的副作用 但却是好的副作用 而且国内农产品的价格 还是大致稳定的 并没有传言所说 外销的农产品卡关 而大幅下跌的情况 所以也请农渔业者放心 农委会应应疫情 而展开的措施 包括有农业纾困贷款 还有强化电商网购 及国内行销 像是大家都看到了 主委跑到了购物频道 去帮忙卖水果 还有卖鱼产 其他措施 还有包括短期生产的 结构调整 以及加强分散 及拓展海外市场等等 无论如何 防疫人人有责 当我们到市场 或者是超市买菜的时候 请多多支持 国产蔬果鱼肉 照顾自己 也照顾农人与土地 感谢你 农业知识小百科 你考了没 小伎公 鸚鸚鸚鸚鸚三面四杯咖 这是渔夫界口尔相传的好鱼排行榜 你知道排名第一的 5、4、3、2、1 请解答 答案就是 5仔鱼 今天农民食堂开饭了要上的菜 就是在渔夫眼中第一名的鱼 也是我肖想很久 但是从来没吃过 一直到今天遇到了养鱼达人张嘉生 才终于品尝到他梦幻美味 5仔鱼的5就是中午的5这个字 也有人叫它马有鱼 它是一条传说中的梦幻海鱼 是一种油脂含量高的名贵鱼类 因为天然野生的数量少 所以不便宜 但是我们都知道 台湾优秀的养殖业者 总是有办法拉近 我们与梦幻海味的距离 欢迎今天的节目来宾 高雄永安的5仔鱼养殖专家张嘉生 今年35岁 创办飞扬水产公司 它的鱼是由产销履历达人认证的 年纪轻轻 对5仔鱼这么了解 难道是有脱海狼的背景吗 那你真正知道 5仔鱼是多大的时候的事情 真正认知到这个鱼 坦白的说要等到我研究所毕业之后 台大动物科学研究所 对 因为以前我们家是 因为我是台中海线的人 杀戮的人 我妈妈她们就是 每次晚上吃饭都要一只鱼 就一道菜是鱼 然后吃习惯 有时候其实也不太知道 到底吃了什么鱼 对 所以我才会说 这个东西是以前吃过 我相信一定有 只是说 那时候很难去对鱼的认识 更深层的了解 那有时候只会分说 这个是国内的鱼 然后这个是国外的鱼 这个是养殖的鱼 这个是野生的鱼 但是它是不是有 更生动的故事 还是它的历史背景 其实那时候会不太知道 那我觉得现在就 也蛮好的 就是说 政府也在推食语教育 食农教育 就是让我们的小朋友 也好 让大人也好 更认识我们台湾一些物产 那进而更了解台湾 我听到你从小家里的餐桌上 每一餐晚餐 都会有一条鱼 听了 我相信应该很多人很羡慕 就张妈妈好厉害 因为每一餐都要料理一条鱼的话 那也是很搞刚的事情 我们一般真的家里 不太能够常常处理鱼 就是又要买到新鲜的鱼 本身也是个挑战 在现在都会生活来讲 然后还要会料理鱼 然后坚持每一餐都有 你有好名呢 小朋友你有好名 你知道吗 我觉得他们最厉害的就是 他们还会杀鱼 对不对 我觉得这才是探尾观止的地方 你什么时候体会到那件事情是很厉害的 会杀鱼这个事 就是我在 对因为我们现在自己养鱼 有时候常常要看看这个鱼够不够肥 然后这个鱼的情况怎么样 那我们就会 觉得时间差不多 我们就会抓一些鱼来看看规格 这时候就要自己杀 因为才杀五只嘛 然后你怎么可能不吃 就是要吃吃看它好不好吃啊 那五宅鱼还算好杀的 因为它的鱼片比较细 然后它的鱼片比较没有那么的紧 那假如你是像施斑鱼 它的鱼片是整个勾在肉里面 你要去杀就真的超困难 有没有跟妈妈求教过 有没有妈妈吧 妈妈现在不想杀鱼了 她杀了大半辈子而已 所以我们现在就 其实都请上去给合法的 合格的加工厂 那他们会用一些 现代化的设备去领机 对或者是说 一些刀具来去做处理 他们就省力 而且它杀得干净 所以以前常 以前有时候吃到鱼头 你就会觉得说 怎么头还有鱼片嘛 妈妈就会说 我说鱼没有蓝 怎么叫鱼啊 鱼什么 没有蓝啊 鱼蓝 鱼蓝 蓝是 蓝就是铃片嘛 鱼蓝嘛 鱼蓝 对然后我就说 也对啊 那时候就这样 就是这样一路吃过来 对 你是一个台中杀户长大的小孩 那现在是变成高雄永安这里的五载鱼养殖专家 你并不是全家人跑来这里的一个宜居 而是你自己那个事业的选择 现在落脚在这里 这个过程跟我们分享一下 怎么有这个经历的 最主要是我就读于台湾大学东科系嘛 那其实他前生是续产 那那一年还没毕业之前 我就上了一个课程 那也感谢我的指导老师 跟课程老师的协助之下 我去大陆去驻厂管理 那所以我后来就去看了一下台湾的产业 那台湾基本上有跟食品有关系的 原物料的食品有关系的 我们叫粮食生计 就是弄作物 畜牧跟鱼业 那那时候我想一想 我后来觉得说台湾四面缓海 那加上鱼 其实它是未来很重要的蛋白质来源 因为那时候学校就有学到说 我们叫换肉比 换肉比 换肉比率是吗 对 就是说你吃多少东西 它会长多少公斤的肉 那时候学到是说 鱼它的经济差值比较高 它有可能吃比较少 然后它就会用得到比较多的蛋白质 好 这是第一个 我觉得说它发展会比较不错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去到各个地方 连同台湾在台北居住也一样 去日本玩也一样 去香港玩也一样 去哪里玩都一样 因为发现其实 住的地方越来越少 所以海洋其实它是一块 还可以再开发的一个地方 因为它的面积 在地球占比比陆地还多 因为我觉得 那第二个 其实在做水生生物的食物来源 其实这一块又可以发展 所以那时候我就 想说投入渔业 那而且是投入养殖渔业 好 那接下来就是要选说 到底台湾这么多的县市 我要去哪里 那时候我就会选中南部以下 因为其实你去重观台湾的养殖 种地跟一些高产量 或者是说比较高经济价值的渔种 其他都比较偏温暖的地方 就是大概在台南一南 对 所以那时候我就到高雄的永岸 那高雄永岸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水 钻石水 对钻石水 酸酒水 那时候我也觉得 怎么会有这么酷的地方 然后去到那边也觉得 渔民真的大家都对我很好 像我们班长 对 那钻石水其实它就是一个纯净的海水 就是中油它的LNG的冷派海水 它有经过双重的过滤 对 还有降温 所以它得来不易 所以叫钻石水 那它在养殖的成本上面 其实是有下降的 选择在高雄永岸 其实那时候 毕竟台大毕业之后 然后你杀戮人来讲 杀戮也是我害的地方 所以离家那么远 然后也算是就开始创业 这些事情 对家人来讲 对自己原本事业的规划来讲 你觉得那时候 那一刻选择 有没有什么比较冲击的一些考量 我家是做那个拜拜的巷 哦 乡 做乡 对 拜拜的巷在台中的杀戮 对 其实我个人觉得 就是不管你做什么 其实家人的支持很重要 因为当你有挫折 你可以回家讲 然后当你有成就 你可以回家讲 其实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那我很感谢我父母 那也感谢我的太太 因为刚创业的时候 其实就是没有收入嘛 一开始我在养物宰鱼啊 我们养一甲嘛 养一甲其实它的产量 大概一年大概会有 20吨的成品 那我第一年加工 其实成品大概在1.4吨 我就卖不完 对我就卖不完 因为对整个产业 它是我是陌生的 那我也不懂 第一年就 资金就一直卡在那里 那一直到现在的第三年 第四年 其实我已经可以达到资产自销 全额的资产自销 那也很感谢我生命中 除了我家人之外 还有两个贵人 对一个是今天刚好 在家园镇守的我们班长 蔡苏丽华班长 是高雄市永安区水产养殖产销班 第九班 对 要报得很细 因为班长进嘴 蔡苏丽华班长 对对对对 他就说他是蔡太太苏小姐 好可爱 那那个叫苏小姐的 好 他少年 对 为什么特别感谢他 其实他养鱼的时候 我还没出生 我一开始在进入这个产业的时候 其实他跟我讲 很多未来的导向 因为其实我就想 想去做育业生产 想去做带动我以前的 所学的一些知识 看是不是可以融合我们的 那个养殖业 来去做一些未来的事业规划 然后我们班长 其实他就 那时候就讲了一点 很重要一点 我觉得听了很感动 其实他这句话 其实一直都 还是我现在的准则之一 就是说 他说 你吃虾 你要自己敢吃 你要自己敢吃 你才可以给别人吃 对 因为他说像五宅鱼 五宅鱼 它是属于比较容易生病的鱼 因为他的肠胃比较小 第二个他比较容易受惊吓 所以他第一个容易肠胃炎 第二个是容易受惊吓 他会乱撞 他会有皮肤炎 对 会生病 那生病的时候 又在高密度养殖的情况下 大家容易过度的使用药 或者是说 没有顾虑到他的停药期 那室院上常常会有五宅鱼 有药产的问题 药物残留是吗 对 那做班长来讲 他光养五宅鱼就养了快十四年 那这十四年里面 其实他看到太多的 他都把他当成是笑话 他都看到太多的情况 就是说他去到别人家里 别人家里是养五宅鱼的 那自己养鱼的那个人都没有动快 然后就是把鱼请人家吃 他就看到这样的情况 其实他都觉得本末导致 所以在食品安全的导向这块 其实他一直领着我们 产效班第九班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今年就是有做产效履历 做生产追溯 那乌宅鱼也有通过欧盟的养殖肠院证 对都一直在努力 这超不容易的 108年产销履历达人 就是张家生 对我一直想要把这个奖给我们班长 对因为他比我伟他太多了 刚刚这一段就算得奖感言了 做成专题送给班长 对啊他太谦虚了 对啊他太谦虚了 第二个其实要感谢的是百大青龙 我是第四届的百大青龙 第几届 第四届 现在是今年选出来第五届 那从第二届开始有水产 然后直到现在水产界的百大青龙 大概有四十几个 那第二个非常感谢的 我的生命中的贵人是 那个我的指导老师 黄西雄主任 他也教了我另外一个人身准则的一句话 要先活下来 对他是我行销方面的一个老师 还有品牌的建制 对 两个贵人一个帮你顾品质 另外一个帮你顾行销的 对 都传授给你 对 然后最重要还有我的家人 对 然后其实这一路来 就是觉得都很幸运 也不过就是第四年 可是听起来这一路已经走得 感觉很长很久了 就是因为创业不容易 对不对 一开始大家都问我说 因为我个性比较乐观 所以我什么事情都笑哈哈 所以有时候像脸书上面 我都会分享一些比较开心的事情 我很少分享不开心的事情 那大家都会看我这样说 其实创业是不是不难 那其实我在第一年第二年的时候 我会觉得创业不难 但是后来发现其实自己是没有注意到 哈哈哈哈 你是说共诞是吧 对 然后最重要的是 那时候钱还没烧完 所以就还没有想到 诶这么远 大家都问我说 创业要准备多少钱 嗯 我就说应该一百万就够了吧 哈哈哈哈 休了亮 对 没有啦 最重要的是你要顾虑到你的家庭的生活开销嘛 就是我有四个女儿 其实每个月的开销就不少 那假如这样的话 你每个月要给自己薪水啊 嗯 这是大家创业的人都没有算到一件事情 你要先给自己一份可以称 养家的薪水 薪水 对 对 然后再来准备一份你的投资 嗯 然后再来准备一份 要给你的工作伙伴的薪水 嗯 对 第四年了 老板你第四年了 这这列出来的这些东西 有没有 现在啊 现在还可以啦 不然之前都还是真的一直被老婆念 嗯 哈哈哈哈 对一直被老婆念 对啊 你第四年 前面你说第一二年觉得不算辛苦 那意思是后面最近这两年是有很辛苦的部分 是什么 嗯 因为就像我说的第一年的辛苦是在于说我还没有找到销售的模式 鱼已经养好了 真的是不知道要把鱼卖给谁 有时候我就觉得是市场上就是常常这样就说你有一个东西其实它就算它是全世界品质最好 全世界价钱最低 嗯 你甚至赔钱卖 你也不一定在你想要时间内把它卖掉 嗯 这件事情其实是你要花很多时间去做marketing就是市场的一个行销跟调查 然后你还要再去拜访这是第一年的辛苦 嗯 那第二年反正就没有辛苦 因为我就跟你说第二年的感觉就是别人问我说我就傻傻跟他说还好 没想到 对 没有想到有什么辛苦的 对就想说就卖比较慢而已 应该还撑得过去 对 那第三年的辛苦就在于说你会发现当你要把一个事业做大的时候 因为像渔民跟大家讲个玩笑话好了 不知道那个美丽的主持人有没有听过 就是你要让一个渔民或者一个农民倒闭 你就只要跟他说你就去做品牌 哦 对 天啊这是个笑话哦 对这是个笑话 全身寒毛直数 对 不是常常都会这样鼓励别人吗 对你鼓励你当你鼓励别人就是有些人是居心叵测这样 哇 对 你会你会无法想象其实你要做这件事情他他会花多少的心力 嗯 第一个是心力啦 嗯 第二个是止境 那我现在要讲的就是第三年的辛苦 嗯 因为我我说我们大概一家的五载鱼 以五载鱼为例就好 因为我们还有士班 还有士母鱼 还有白虾 他还有鲁鱼 那以五载鱼为例一家 那当初这一家在四年前其实他就是鱼长大就卖给鱼饭 嗯 然后他资金就回流 那不管价钱高低资金就是会回流 第一年的三千斤就是成品1.4吨它资金拖了两年才回流 哇 往年五载鱼一次抓大概十个月上下就可以回流 嗯哼 但是现在要一年多 但是现在要一年多 票机都开那久呢 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卖啊 哦 对不对 当第一年的1.4吨我们是不是把它抓起来想要自己卖 哦 那自己卖就不是卖都没啥的嘛 所以我们就要加了一些加工成本 嗯 然后再也就是要住一个冷冻库 嗯 然后每个月有电费 哇 那成本一直加上去 对 那到第三年我要开始 哎 觉得市场上开始渐渐有认同我们的产品 像网瓶也好 或者是说台北常常见到的棉花田 哦 这些有机通路其实都有跟我们销售 那我们也有成功的把鱼买到美国嗯 跟大陆 嗯 好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你就必须要提高你的常态性库存量 哦 什么性 常态性的库存量 就很多的渔民来说 应该是小钱啊 可是对我自己来说是大钱 像第三年的时候 我最高的记录是 鱼抓起来都没有卖 然后光库存就快三五百万的鱼 成本 成本 对 这个还不算加工 也不算后续的一些成本 好 最重要也不是这个 最重要是原本这可能三五百万的鱼 你当下就可以资金回流 你就可以做资金杆杆 或者是说你可以再继续养下一个 等于我是会有两次的养殖周期 没有薪水 嗯 好 这就是第三年遇到的问题 当你要做大的时候 你会遇到你要花更多的钱 嗯 所以大家会有时候会觉得说 哎 你不是在贩售 然后开始有赚钱 其实那时候会更缺钱 也就是现在第四年 啊 那第四年有稍微又比较好一点了 就是有更好的控制 哦 对 那第三年还有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你人生难免会遇到你的客户倒账 哦 天啊 这个是很辛苦的 嗯 像去年光南部的渔民就倒了整个渔业界 据统计好像颇十亿 渔民被倒 对 总计十亿 总共有四个吧 嗯 这是比较大的有闹新闻的 嗯 那没有闹新闻就又不确定 像我是被餐厅倒 嗯 有时候你就会想说 哎 真的是 真的是傻眼 嘉生你好像脾气真的很好 哦 没有啦 笑笑的时候 啊 就傻眼而已 对啊 所以这时候其实你 第一个你要有一个 很好的家人要支持你 嗯 在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下 老婆不会每天给你翻白眼 他还会鼓励你 对 那爸爸妈妈也会问你说 那你钱还过不过得下去 要不要借你一点 对 这时候很重要 嗯 我第三年被倒的账 大概是我 前三年赚的钱 差不多 哇 对 所以你说创业辛不辛苦 我觉得 我常常跟我的好朋友说 创业它就是一个 实践你的梦想的一个 最好的方式 所以我是觉得 创业这件事情 只要你考虑的好 然后觉得OK 然后各方面多考虑一点 我觉得你应该试试看 哦 哇 一个经历了三年 那么辛苦 然后还遇到被倒了那么多帐 的年轻人 35岁的张嘉生 还是会告诉大家 你去试试看 你看你刚刚在讲笑话 没有 我没有要 我没有要那个 我不是居心叵测 你不是要挖坑给大家 没有 没有 我觉得还是会 还是要做啦 我觉得现在很棒 就是 刚好要跟那个 美丽主持人 大迷 美丽的大迷主持人 讲这件事情 就是说 其实现在在做 创业这件事情 其实它的成本 比以前来得少 机会来得多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 自媒体 哦 是是 对 像我去年就 一口气就创了 好多个自媒体的账号 从YouTube Facebook Instagram 然后Tickle 然后 再来就是 大陆的微博 抖音 还有他们的B站 七个 其实他们这些成本是低的 甚至有时候它是 你不买广号 它都不用成本 然后或者是说 你再做一些 相关型的介绍 你专业的YouTuber 其实他还可以赚钱 那我是觉得说 这些东西 假如你不花钱 是不是有办法去宣传 是可以的 只是它比较慢 那它慢也没有关系 因为刚好又牵扯到说 你永远要考虑一点事情 就是说你突然爆红 订购量突然多了 那你的功夫会不会出现问题 所以我一直很看待我的频道 慢慢的成长这件事情 大家有空可以搜寻一下你的频道 有一种冷掉的搞笑 一种冷掉 冷冷的掉心的搞笑 没有没有 就是慢慢的成长 对 蛮可爱的 我是觉得就是大家都 我觉得成本变低了 Open your mind 就爱教育电台 身为飞扬水产负责人 对不对 然后今年迈入第四年 你还是觉得创业这件事情 值得一试 然后走到现在的这个阶段 刚刚有提到 每一年每一年经历的考验挑战 有哪些 那也那个增产报国 也不能够松懈 所以有了四个孩子 无论如何是一个 要照顾家庭 照顾事业的年轻人 三十五岁 太过奖了 过奖 这都很实际的一些背景描述而已 对 可是刚刚你有提到 就是在所谓成立品牌的背后 承担的那些的事情 这其实对现在普遍的 不管是物农种田的小农 或者是你像自己年轻创业的养殖业 这方面都是以自创品牌来当起点 而且也都觉得这应该就是是辛苦没有错 可是它就是一条眼前最值得的路 尤其你想像是有经营自媒体的话 所以你的经验里面你是要提醒大家成立品牌这件事情销售的时候 或者经营的时候特别要注意什么有陷阱的地方吗 其实我到现在的品牌也非常感谢人生的贵人就是我的指导老师 然后他就跟我讲很多一个品牌的观念 他有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 你在做品牌的时候 有时候不能太急 除非是有一些是专门在操作品牌的人 他对每一个品牌其实就是商业操作 那他可以急 甚至太急 那个品牌毁掉 他也没有关系 那假如你把这个品牌当成是你这辈子 想要就只有做这个品牌的话 你就是不能太急 因为太急的有时候就像我刚刚说的 像我们的食品供应最严重的就是说 你生产出来的产品跟你当初的理念开始有落差的时候 消费者他会对你失去信心 没有信心其实就会没有品牌 提到这个学习品牌行销的过程里面 我觉得那在你的师傅就是苏小姐 对苏小姐还有我的那个黄老师 特别像是班长他们十几年的养殖经验里面 所谓他们的行销一定有他们另外那一套 他们比较了解的也比较上手 比较知道这样子应该较不料的一套方法 可是跟你比较科学化的在管理渔场也好 还有你自己在新世代的年轻人创业有自己的想法 像自媒体这些 有没有这种传统的想法跟现代的一些养殖想法里面 也比较难磨合的吗 有吗 我们的班长啊 其实他的想法是非常的前卫 而且他很能接受现代的资讯 像以前大家都没有注意到食品安全的时候 他就非常注重这一点 关于这一点 我们的核心价值 我觉得我的品牌的核心价值就是说 要让消费者知道他吃到的鱼一直都是同一个养殖业者 是养的 我就是跟你买不就是你养的吗 可是你特别强调是 对 这为什么意思就是有很多时候会不是了 应该是说大部分都不是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不是在推那个产效履历 有时候你会想说这东西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有时候大家目前只有看到安全 就是这个logo就是安全 其实我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得更深刻一点 有时候你会发现说 怎么这个师傅他炒的饭特别好吃 明明都是这家餐厅 结果哎 怎么今天的饭不好吃 那其实对农于产品来说 这件事情他又更重要 因为全世界其实有一个地方 他的火腿只有在他那里有 就只有他那个风味 然后样育也是 你会发现说 其实怎么隔壁跟我自己养的小孩 其实就是会不一样吗 其实教育方式或怎么样不一样 其实就水产品跟农产品都一样 你可能会牵扯到说 你的饲养习惯 你的水质的稳定情况 然后再来就是说你的饲料的头位 然后再来就是说你放养跟收成的时间 其实这些都会影响到他的风味 还有他的水源 高雄的水源跟品农的水源 养出来有可能就味道不一样 那有可能我们家养的鱼 跟隔壁养的鱼味道又不一样 为什么我要重视这一点 就是说好不好吃是主观的 当然有客观的标准 但是在客观再往上之后 就是非常主观 你好不容易觉得 你的这尾玉好好吃 然后你下次买一样的包装 去同样的摊饭买 然后你要给你生命中很重要的人 就比如说你的小孩 就比如说你的另一半 比如说你的父母 比如说你的朋友 你就要直接跟他说 这个有够好吃 那结果拿去他家煮 他煮完之后你夹了一口 你说他咸咸 因为你会发现说 他怎么跟上次不一样 对 然后其实我就遇过这样的情况 就是说 我之前就曾经吃过东西 然后我觉得好好吃 我想要去分享 结果 因为他不是加工食品 他就是很原生态的食物 原生态的食物 他就是会涉及到说 他到底是谁饲养 怎么饲养 结果他 我要去吃 然后他煮出来 结果 大家就没有再提起 这个东西好不好吃 因为就觉得说 好像我就变成在吹牛 对 所以我一直很注重说 除了加工之后的SOP 是固定的 但是你饲养的时候要SOP 你要有科学化的管理 你要有数据化的分析 我们品质会越来越好 我们品质是稳定的 比方说别人想跟你买 然后我很担心 别人从我这里买鱼的时候 他会失望 对 你这个心思哦 大概也比较少听到 这样分解自己的农鱼民 就是担心别人会失望 我觉得这种是一个 很大的期许 或者是一个很高的标准 别人就像你说 吃是一个主观可是你 你最起码最起码你要 确定他不失望是你自己要自我要求到某个程度 你才能够放心说我卖给你对不对 因为其实他主观就在说我的水准我的产品他就是这个味道 我说的不失望可能主持人有点太提高我了 其实没有没有那么厉害不是说每个人吃的都不失望不是有些人吃的一定会失望有些人吃的一定会很爱但至少我不能让很爱这个味道的人他下次买我的味道不见了 我懂了我懂了我只想要保持一下我的quality跟品质在那里 所以你说这也是产销履历这一件事情的更深远的一个想要表达的事情 但是市面上推广其实他不会推广到这里 对不会特别被凸显说这个背后的意义有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 说真的在你这样子三四年下来你觉得大家对于去买所谓产销履历的食材 农鱼产品的那个认知你有感觉到有增强吗 我觉得有因为第一个例子就是说自己在做产销履历你就会买产销履历的产品 像我就会常跟我我太太说你好歹也买一下有标签的咪吧 对不对红豆也有啊菜也有啊肉也有啊你好歹 还有丸子也有啊对我说这个怎么买至少也不会抽到哪里去 好他至少有一票人是像我这样 另外一票人是渐渐的食品安全啊对不对 对其实他现在现在社会人都吃得少他可以吃得好 对而且你看最近有武汉肺炎来源不是说是那个可爱的蝙蝠 你人真的很可爱对可爱的蝙蝠也是要观伤可爱 两个字对可爱的蝙蝠所以有时候在食品安全里多注意点安全 没有错这件事情其实是越来越多人有的那个共识啊 那也应该要让大家知道在飞扬水产你自己的事业里面 像不只有养五载鱼还有石斑鱼刚刚还有讲还有虾 白家白虾 虱目鱼鲁鱼 其实我们产销班很多鱼啊 那这样子在养殖鱼业里面要达到有产销履历 达人你去年得到的这个认证的这个殊荣 他的不容易在哪里 呃履历达人跟一般做产销履历他最大的差异 他的评分标准在于说你有多少产品他有贴标 大家都一直觉得说我养很多 然后我有做产销履历 那为什么我不是达人他是达人 其实你最重要的事情是说你的产品是产销履历 但是他在市面上到底有没有流通 也都是生产者要负责的吗 生产者你要自己去做努力 对 怎么努力啊 很多人他做了产销履历 但是他不去贴标 等于他在卖的时候他还是一般的产品 要被看见 然后让人家能够真的去扫描QR Code 真的可以随时查询到你是怎么样生产这个产品的 对没有错 我相信任何一个有做产销履历的农民也好 域民也好 其实他们在食品安全的理念跟观念上面来说 其实都是我的前辈 那他们有些人甚至做了很久 那为什么有些人他会持续的做产销履历 但是他没有办法去贴标上吃 其实他中间他有一个很大的环节 像台湾其实你不知道 除了产销履历的原料之外 其实我们还有溯源餐厅 溯源餐厅 对 就是说餐厅其实他用了多少的产销履历的产品 他还有分级 有新溯源餐厅跟溯源餐厅 他是台湾农委会的两个体制 他都是使用就是产销履历的食品 那中间其实还有一个加工 加工也有一个系统 他们这三个系统是连贯的 那农产品他比较好的就是说 他不用经过加工厂 有些像水果 他就是摘下来 分级清洗就可以贴标 那我们的水产品的话 其实可以马上这样贴标 就是白虾 虾子类草虾 但是像雨 你总不能 雨抓起来就都不杀 然后冷冻给消费者 因为我们至少我们雨要帮他驱灵 驱塞 驱内脏 然后杀好之后还要冷冻 还要真空 这个动作其实他的食品等级比较复杂 因为他很容易有那个生菌素的滋生 所以光这个部分就是 就以水产品来说 其实他就是跟一般的养殖业 我们跟一般养殖业者的差异 我们有去除了养殖 去顾他的食品安全之外 他的比如说正确的用药 正确的停药期 然后爱物环境 友善环境的养殖方式 这些东西做到之外 其实中间加工的部分 我们也非常的去遵守 产销履历规则 而且我们去执行它 最后把它变成产品 然后推广到市场 天啊 那些过程都彻底去执行 最后能拿到产销履历达人 那那个过程就已经消磨掉 要多少人力成本这些 对 像我们就常常说 别人就问我说 你有养鱼 有我在卖鱼中 我不去做加工厂 加工厂其实又是另外一个坑 有很大的坑 我还有一个好奇的事情是 前阵子我刚好访问一位 种凤梨的农友 他说他为什么会选择种凤梨 他其实是养殖系毕业的 但是他没有去选择养殖 只是在他打工的时期 他领悟了一件事情 就是只要有生命的动物 你没有休假日 所以他后来选择种农作物 那说我没效果 你也不能效果 你这个选择养殖职业的 所以那个应该是 在职业的选择上 那这件事情没有让你 退却 对啊没有吗 你会发现其实养鱼的人啊 其实像我们伴 我们就是跟着鱼一起生活 就是住在鱼温的旁边 早上起床 我们吃完饭 或者是他们先吃完饭 我们再吃饭 鱼先吃 对 鱼通常都是早上凌晨跟下午喂鱼 为什么 因为这个又跟生物学有关系 当太阳太大的时候 你的冷静度会比较高 啊鱼会害怕 因为它看得到外面的世界 它看到外面的世界 它就是代表说小鸟很容易看得到它 它会不敢吃饭 所以我们通常在凌晨或下午的时候 灯光光线太阳光比较昏暗的时候 它才会敢吃 所以一天大概喂个两次这样 好 第二个就是说半夜有时候 我们都要打水车嘛 鱼还是没有打水车 就是水里面没有氧气 没穿起就死了嘛 对 所以你水中 我们有时候常常半夜会惊醒 就是说 那个熟悉的声音怎么不见了 就是水车的声音 对 万一是断电或跳电 其实我们很担心 水车声音那么大连睡觉的时候 都要一直有一个固定的背景音 对 这样你们觉得放心是不是 低频的背景音在那边 对 有时候会警觉啦 需要警觉 那凤梨大哥说的没有错 想想也对啦 家里现在不乏很多人有养 Pet就是宠物 你总不能给它饿着嘛 对啊 对不对 那像我就又有养小孩 我总不能给它饿着嘛 对 其实鱼的周期可以自己 还是可以自己掌控啊 就是说我们就让这些鱼 去做产能的调节 刚好有个月 或者是两个月可以休息 对 你的休息就是那种快壮的休息 而不是一般上班族 可以平均的周休二日的这样的休息 其实 很难 对 像我们出去玩 就是要请人帮忙去做喂料 或者是要跟鱼说 我这一天为你饱一点 你开玩笑的吧 你是开玩笑的吧 就喂他喂饱一点 然后隔一天就让他休息一下 OK的啦 鱼可以饿个两三天OK的啦 真的 太可爱了 可是去日本啊 去哪里玩就不太行了 那个就三五天的事 那像我们最近在做一个 又更有趣也有意义的事情 像百大青龙里面 我就跟我的中山医学大学 我大学店中山医学大学的学长 张伯仁学长 他是第三届的百大青龙 还有我的第四届的百大青龙的同学 许家龙 一夫水产 是 访问过 对 像我们几个人最近就在做说 共同努力在新贯商业一起展售 为什么 因为像我的产品不够多 比较专精的就是五转鱼跟石斑鱼 那残销盘其实整个加起来的 一些鱼其实有时候不够多 那像波仁选长 他就是百虾四目以入鱼 那加龙各 他就是我们的龙骨斑 还有兰宝石炒虾 是 对 消费者其实不可能去只有买你一个 他有多一点选择 所以大家集合起来品相多 也大概能更吸引消费者选项 所以你刚刚说的那种出货的问题 我是觉得说先把品牌推广出去 其实大家目前都是无私的 账是分明但是人是无私的 亲兄弟要名算账是这个意思吗 我对作账非常的要求 所以有些人合作上会比较愉快 对作账非常要求 就是我们会 合作会比较愉快 我们会做到就是一块钱 以个位数的单位去做 对去做切账 就是说今天的账多少 到计算到个位数 这样 你可以更明白一点讲 这个哲学是什么 计算得非常清楚 大家会合作愉快 就是真的是算 算清楚不要模模糊糊的意思 对因为就比如说我们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在推广 然后有时候需要样本 其实这些东西 其实我们互相在买东西 或者是哪样本 其实都有付钱的 因为这件事情 其实我本身有在跑业务 然后你会发现 某些客人 他一直跟你要样本 要多也好 要少也好 但是一直跟你要 你心里就会有借底 对 所以我就把这件事情 跟这些朋友说 还有跟参销班人说 所以不管是怎么样 我们其实都 把这些东西就是记账 本来就应该要的成本 不能因为我们感情比较好 就少了一点点成本 对 我非常支持 你能够 我觉得这一开始 是会惹人厌的 可是你做下去 大家反而会觉得 应该这样没有错 这样才真的不伤感情 对 我觉得才会长长久久 我们今天聊这么多 到现在 那我们最后 是不是应该分享一下 蜂蜜到底好吃在哪里 对 我们都没讲到蜂蜜 都不用买蜜 好 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蜂蜜 是 这蜂蜜 大家看它外表 有些人会觉得说 因为我自己有在做 那个 那个上一定时的蜂蜜 所以它小小的 别人就说 这是香鱼 有人说 对 有人觉得它很像香鱼 那我有卖那个 很大只的蜂蜜 就是老一辈的 超级喜欢大只的蜂蜜 别人说 这是沙蜜蜜 都很被顾问 五仔鱼好可怜 对 因为其实五仔鱼 它在台湾的房间 其实台湾已经很幸福 因为市面还海 海鲜的资源很丰富 但是其实五仔鱼 它的辨别度 其实没有很高 像大家看到鲑鱼 这个就是鲑鱼 大家看到石斑鱼 这个就是石斑鱼 看到鲑鱼 说这是鲑鱼 好 五仔鱼 它就会觉得说 它好像不知道这是什么鱼 那尤其是有时候 我写五仔鱼嘛 那有些人就是 看着它又很想念台语 它就会念成布拉鱼 对就很酷 布拉鱼它是这样 其实台湾有一句俗语 它叫 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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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它会比 在有些人 大部分人心里 它有些会比 那个我们说的白苍还好吃 那为什么 因为据学术报导研究 台湾抓到了这些鱼的鱼体里面 野生的 身体的油脂的含量 就是五仔鱼最高 它大概会有十几% 过来二十% 为什么说油脂含量高 会在民间第一名 因为以前的人 其实肉的来源 其实是比较珍贵 其实它吃到鱼之外 其实它会更喜欢 吃到好的油脂的来源 当链血EPA比较高的时候 它会觉得说 这个鱼 这就是我们第一名的鱼 第二个 就是说五仔鱼 它肉质比较细致 它吃也少 哇这很难得 肉质细致吃少 有一句小语中的 三人狗鲸 三虎狗鲸 你们听过吗 你们听过 狗鲸是什么意思 比较难搞 狗鲸 三虎狗鲸 三虎狗鲸 这个也太酷了 肥嫩的鱼 反而比较没有刺 就很难得 对 所以其实在1994年的时候 我们有从新拉伯营进五仔鱼苗 然后那时候台湾就开始养 那我们产销班 我们的班长是在14年前 就开始养 那时候是2005年 那五仔鱼 刚刚我说 其实它是野生的台湾海域的 优质最高的鱼 十几% 那你绝对无法想象 经过养殖 它可以到二十几% 所以它油脂又更丰富 那五仔鱼肉脂吸制 油脂丰富 我们就照着日本做 一夜干的做法 一夜干 用五仔鱼做一夜干 我只知道青鱼 做过一夜干那种我吃过 青鱼做一夜干嘛 然后因为它油脂比较丰富 那五仔鱼其实它很适合 因为它做完之后 其实它的味道 会变得更融合 因为它会用它自己身体里面的 那些蛋白质酶 然后去分解五仔鱼本身的蛋白质 和干酸 产生出来的风味 其实会更好 所以你的飞扬水产里面 也一定就是理所当然会有 一夜干的这个加工品 对 还有什么 会把它做成什么加工品 可能大家比较难想象的 五仔鱼看起来不大 我还要把它取青肉 就是只有肉 就单纯卖鱼肉 对 就是青肉 我们说的青肉就是只有肉的部分 把刺去掉 头也去掉吗 对 头去掉 那头去哪里了 因为我要搬出另外一个成语 来 要有另外一个成语 五仔鱼 好三杯 就表示五仔鱼的鱼头 是超高级 超美味的啊 你把头用掉去 我下次给那个美丽的大米主持人吃吃看 鲁四目鱼头 怎样怎样 鲁五仔鱼头 很像四目鱼头 真的哦 对啊 因为我们取很多那个嘛 而且我们还有一个产品 就是很特别 养了四年的五仔鱼 然后我们半长养了十四年的五仔鱼 我们去年第一次收集到五仔鱼的卵 收集它的卵干嘛 我们没有 因为我们刚好鱼过大了 我们要去收成 就发现它肚子里面有卵 对 然后我们就把它收集起来 然后就是有客人来的时候才请人家吃 哦 那是要媲美 媲美 不是 就是很稀有啦 非常稀有 非常稀有 鲁五仔鱼已经是有狗鱼汗了 对 鲁五仔鱼就这样 还有鱼和鱼头 对 好那 最后你自己最爱家里料理哪一个鲁五仔鱼的 怎么料理 对 其实我本身很喜欢料理 但是我的料理偏简单 对 因为就是有时候让老婆休息一下 我就帮她煮点菜这样 像鱼和鱼它假如是生鲜的 其实它菜系比较多样化 它可以煮汤鱼和鱼汤 然后你可以加点面馅 然后清蒸的 清蒸起来之后你再加点酱油 然后你可以用煎的 那煎的话我会建议你煎的恰恰 对 它恰恰就会跟白带鱼旁边恰恰一样很像 对 然后它的比较细的刺 其实也是酥酥的可以吃 真的哦 对 口水又流下来了吧 大家 听起来是真的最简单的料理方式就好了 然后最近我有米上气炸过 对 我就冷冻哦 我建议大家在煮鱼啊 不管是外面还是市面上买到任何鱼 你要清蒸煮汤你就不要全部解冻 你就让它你可以切你适合的大小的时候就直接下去煮 因为那个像我们就很担心别人过度解冻 有时候像我一忙把鱼放到冰箱 就两天后才把它拿出来煮 其实它在冰箱四度吸的时候 它的细菌会直升 然后它的酵素会散发 所以它的味道会变不好 那我就是习惯是这样 就是说 假如是清蒸煮汤 我就是不解冻 气炸过味不解冻 丢下去 然后按那个鱼的按钮 然后就好了 就好了 不够的话再多个几分钟 然后假如你是煎的或烤的 这种你就比较需要完全解冻 因为它里面温度假不进去 你有可能外面烤焦的里面还是冰的 那一夜干它就比较适合烤的跟煎的 因为会比较香 好 我们就诱惑大家诱惑到这里就好 好不好 因为我们播出的时间六点到七点 应该是很多人 现在晚餐的时候 对对 最煎熬的时刻 对对对 大家可以 坊间现在越来越多人游 而且现在刚好是五宅鱼的不错的季节 对 所以这个时候跟大家提醒 选择那个 吃饭的时候 记得餐桌上 我们都一起来看看有没有一天也可以实现 就是张家生小朋友 在以前小时候家里每一餐餐桌都有一条鱼 对 张妈妈你真的太厉害了 对啊 又要敬佩她一次 谢谢家生今天来 谢谢美丽的大名主持人 好你真的很坚持用这个头衔 我真的很佩服你 大家都没看过主持人的长相 我一睹为快 你还加码 你还加码 一睹为快 谢谢啦 拜拜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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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有产销履历的农友哦 下周一晚上六点 我们空中见 拜拜 拜拜